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情人节过后才来测验的话 那也是可以的哦 请帮老师按赞 加订阅 开启小铃铛啊 这边先谢谢大家啦 那么测验即将开始 今天一共抽出四套牌 分别是方块9 爱心4 梅花8 爱心6 请在心里默念今天的主题后 选出一套牌进行测验 抽到方块9的朋友们 我们来开牌 权杖6逆位 宝剑2逆位 宝剑国王 恶魔 愚人 钱币骑士 圣杯舞 恋人 权杖1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谈一场恋爱的话 那千万不要太快发生性关系 否则你绝对会体验到被当炮友的感受 一开始若是对方非常主动的话 那么你更要小心地观察对方哦 要注意对方是不是只是玩玩而已 如果对方非常的积极 而且一直想要发生关系的话 那么就算你再怎么样喜欢他 也请你果断的放下 果断的断联 因为他100%是来找炮友的 此外你喜欢的人 他可能在工作上啊 或是学业上非常的忙 是个标准的工作狂 所以你需要多多的去体谅对方 他在工作上也许表现的还算不错 而且非常的专业 但是啊他对于感情是非常没有自信的 而且啊他非常不擅长表露真心话 所以你必须要多去鼓励对方 多给对方一些自信 你们才会有机会互相的产生好感哦 然后啊在这个恋人牌的加持下 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告白成功 但是因为有这张恶魔牌 所以切记 如果对方他非常想要赶快发生关系 那他并不是你适合的对象哦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爱的序语 用礼物表达你的爱 你可以在情人节的这一天 准备你最有诚意的礼物送给对方 可能是你亲手做了一道菜啊 或是你用心准备的小礼物 这样告白机会会非常的高 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礼物送给对方啊 这个前面有说过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浪漫天使卡 孩子 宽恕与学习 可能是你已经有了孩子 或是对方已经有孩子了 那这个孩子他的出现 只会让你们的感情更好 如果说你们还没有孩子的话 那么这张牌就是建议你们两个 应该要有个孩子 当然不是现在哦 而是等你们感情稳定 有讨论到未来之后 那么这个孩子 他将会让你们感情变得更加的稳固 你必须放下过去所有的纠结 才可能迎接到对的人出现 过去也许有很多事情纠结着你 让你对感情带有太多的想法 但是你必须得去清除这些负面的感受 这样做也等于是你原谅了你自己 茶叶占卜卡成功财入 你告白的机会是真的非常的高 有这张成功牌的加持 就看你能不能判定对方是否值得你付出咯 关于怎么判定可以参考右上角的影片连结哦 此外你可能会意外得到一笔钱财 或者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但是你要用心的去发掘 因为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 接下来我们来看抽到爱心室的朋友们 如果说对方他能够给你安全感 也就是他是一个能够给你安全感的人的话 而且你相处跟他非常的自在 那么你告白的机会就非常的高 而且也很有可能很快速的可以交往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 善有欲跟控制欲不要过强 对方他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很需要个人的空间 你如果一直黏着对方 那么你们的感情是非常难长久的 当然这边也有可能是说 反过来就是对方是个善有欲很强的 然后你是一个需要空间自由的人 对方当然会希望说可以好好的维持一段感情 但是必须建立在双方共同努力 打拼工作啊或是认真学业之上哦 双方都必须要保有一定程度的隐私跟空间 这样相处上才会更加的舒适 然后对方他若有什么事情不想说的话 那千万不要去逼他 否则他要嘛随便说个谎骗你 或者是逃避你 久而久之啊 他就会开始觉得你很烦 跟他是完全不合适的 这样子的话他就会默默的离开你 所以你不如趁现在改变一下自己跟他的相处模式 以免最后换来对方的离去哦 这段关系其实是可以非常的长久的 但是不一定是你所期望的那样的一个相处交往模式 他不一定有很多的时间可以陪你 你必须要去习惯一个人 只能靠你们去沟通 去磨合 尊重与习惯了 若是真的想要对方主动一点 黏你一点的话 那可以看影片下方说明栏的感情魔法 可以改善你们之间的感情 并且让对方变得更加的主动 那老师在这边祝福你们感情顺利 爱得去拥抱你的情绪感受 你要去感受接受你自己内心的情绪 如果说你真的很容易感到孤单啊跟寂寞 你要问自己自己真的是非得要对方赔不可吗 很多时候你的这些感受都是源自于你的不安全感 你对自己或是对方的不信任所造成的 请给你自己还有对方多一点点信心 相信你的感情可以谈得非常的顺利 如果你一直很不安很没有安全感的话 那么一样可以点击右上角那个绿度母星咒的影片连结哦 接着我们来看到浪漫天使卡 玩乐还有表达你的爱 情人节该好好的计划一场约会了 对你的告白会非常有帮助 好的约会计划决定你告白成功与否 如果说你付出的爱越多 那你就会得到更多的爱 但是要记得爱是无私的 并不是占有 如果说你的爱是奢求对方可以给予你什么的话 那你的爱就会变成是一种自私的索取 那并不是真正的爱 茶叶占卜卡 帽子跟幸福 你将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 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朋友 或者是男朋友 你们能否幸福就看你是不是可以按照老师上面所说的方式去做调整哦 祝你们可以一直幸福下去 接下来抽到梅花八的朋友们 你们两个应该是非常有缘分的 上天他赐给你们这样的一个相遇机会 同时也是在考验你们之间的磨合跟相处 如果说你想要有一段稳定的关系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克服这些所有的困难 你们很有可能是一段远距离的关系 或者是双方对于未来是没有共识的 两个人可以见面的时间或是真心交谈的时间其实并不多 也充满着许多困难及挑战 如果说你太过积极的话 那对方他一定会一直逃避你 要好好的充实自己 提升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最好能够跟对方有共同的目标啊 爱好啊 老师也建议抽到这一组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急着告白 这段关系就好像是温水煮青蛙 细水长流这样的一个类型的 就如同偶像剧的男女主角 一开始也许互相讨厌 或者是看起来没有什么暧昧因素存在 但是啊却会随着相处而日久生情 等待久了就会是你的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完成上面所交代的那些功课哦 不然你只会一直不断的碰壁 不断被对方各种闪躲 拒绝 爱的叙语保持信心 如果是你真的能够相信你们可以在一起的话 你只要坚定这份信念 就会使你去熬过这一段时光 你一定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坚持下去就对了 要比翁立友还坚持 让漫天使卡 真爱了解彼此 这段时间虽然说非常的漫长 但是啊你的真爱即将到来 你们在这段时间需要用心的去了解彼此 因为你们两个其实是相差蛮大的一对组合 如果没有经过一定的磨合跟相处 那即使在一起也很容易分手 接着我们来看到茶叶占卜卡 马蹄铁跟竖琴 好运与幸运即将到来 你会感到精神上与内在的幸福感受 请用心的去品味你的美好感情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最后一组牌 抽到这一组爱心6的朋友们 你告白的机会大概有70%左右 不过啊需要注意的地方是 一开始也许你们在相处上是非常愉快 而且很开心的 但是相处久了之后 你会发现两个人的价值观实在是差非常的大 两个人很难去达到一个共识 相处起来那就会非常的不愉快 尤其是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两个人的观点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 如果你是用逼迫或是用强硬的方式 那对方一定会感到非常大的压力 最后会离开你 需要的是给自己休息 也好好给对方休息跟冷静 改善你自己的强势跟急性质 在你尚未改变之前 不管是谁跟你相处都会感到非常的疲累 如果说你告白成功的话 那你一定要赶快去改变这些问题 否则即便你们在一起了 对方也可能会因为无法忍受这些问题 然后去劈腿 如果你能够改变 你们的相处就会变得更好 甚至啊最后谈论到了婚姻这一步 就看你是否愿意自己去做调整 去改变自己 才能迎接美好的幸福跟未来 爱的是 珍惜你爱的人 在生命中我们会遇到许多爱我们 支持我们的人 请你务必要珍惜他们 若是你真的很爱他们 你就不会去逼他们 而是会去体谅他们啊 鼓励他们 浪漫天使卡 让自己自由 保持敞开 相信你一定也不喜欢被人家控制 这种自习的感觉 让人感到相当的痛苦 所以啊 你也不应该这样去对待你的另一半 当然你很有可能也是被控制的那一位 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选择逃离或者是沟通 不要让这样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 否则只会越来越严重而已 茶叶占卜卡 干草堆跟握手 你可能会跟一位陌生人邂逅 而这位陌生人他对你的生活上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不管是好是坏 这都说不定 那请你要特别的留意 另外啊 你将收获自己所种下的因果 以及业力 如果你过去是种下好的因 那你就会得到好的果 但是啊 你过去若是种下业力的话 那么你业力就会引爆 受到非常不好的影响 所以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感情 你就同样的去付出什么 不要去控制他人 也不要去伤害他人 过去你有做出这些不好的行为 或是好的行为 他们都即将反馈到你自己的身上 那么今天的测验就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我的话一定要订阅加按赞哦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影片通知 祝大家都能在情人节中成眷属 得到一段好的感情 就算你抽到的结果是不好的 那也必须要注意这些牌卡 所给你的建议 只要你有用心的去改善 那么结果也会跟着好转 也不要说因为你抽到了好牌啊 结果你就不去注意一下 自己的一些行为 那么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